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干啥 不许让我妹妹便宜 快起来 急什么 王爷 来吧 除了那道致命伤 死者身上其他伤处都比较浅 最深的也不超过五分神 可那铁棍子起码有两尺长 说明 凶手和死者在搏斗的过程中 迟迟没能近身 两人之间 一直保持着起码 两尺的距离 死者右前臂内侧有一道伤 是被凶手自左而右向上刺伤的 回到 看我左侧姐 死者右侧大腿有一道伤 是凶手自上而下划伤的 死者腹部有道伤 是被凶手自左而右割伤的 最后那道致命伤 是从下向上刺传的 你干啥 不许让我妹妹便宜 快起来 急什么 我没关你妹妹占我弟弟便宜呢 去 大哥 是我冒犯了 哥 我们这是在试着推断 死者是怎么被杀 凶手是怎么杀人的 我扮死者 他扮凶手 在刚才推断的过程中 总觉得有说不出的奇怪 就是因为死者受伤的位置 好像都是在同一高度 同一位置 而且根据死者的身长来推测 凶手出手的位置 跌得好像一个 还没长大的孩子 可是孩子又没那么大的力气啊 如果凶手 是跪着 或者躺着杀人的 那就说得通了 通什么通啊 我看是狗屁不通 这又不是江湖人比武 凶手直接起来给喉咙一下子 不就行了吗 非要来那么多下 分明就是他要占你的便宜 你 这个我也没想明白 他并非是不想起来 他只是根本起不来 起不来 你是说 是巫医大叔吗 巫医大叔腿上有伤 他是站不起来的 你怀疑凶手是巫医大叔 不会吧 他为什么要杀人啊 你没看刚才他俩比划吗 是这宦官先要杀他 他是为了自保 才反抗杀了宦官 这事根本就不赖他 对 巫医大叔不是故意的 他要是不杀这个死者 那死的可能就是他了 就是啊 可他要是 迫不得已才杀的人 为何不去报官 如果他不想让别人知道 他把尸体 埋到土里就是了 费这么多心思 把这尸体保存这么好 还把凶器和尸体一起砌在那墙里 这是为何呢 他这样的举动 应该是想留存这些证据 留 留证据干什么 证明他把人杀了 卓卓 你方才说 这只癌子 是在你小时候的某一天之后 突然就有了一来鬼哭 传出了闹鬼的事情 你可还记得 具体是在什么时候 开始闹鬼的 记不清了